昨天的時候 加芬姐有接受這個訪問 但講著講著落淚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著現在這時候的 高雄這塊肥肉 是在韓國瑜的執政之下 民進黨人想盡辦法的 就是一定要把 這塊肥肉給搶回來 是立剛 我們都知道加芬姐 自從上個月就是喉嚨不舒服 一直其實很少露面 但她昨天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其實講到一半都落淚 我覺得我不是鋼鐵人 我知道每天打開很多的媒體 都有大家這樣子謠言傳來傳去 或者是每天黑來黑去的 我也不是聖人 那如果要這樣繼續下去 反正就看自己能夠被停 自己這個家庭 會不會被打到什麼程度 所以其實當回到雲林鄉親的 面前的時候 我其實現在講講 我自己都還會很難過 我們現在講 淑華已經哭了 真的 因為回到自己的故鄉的時候 面對自己的鄉親 他們就會告訴我說 你回到後面的房子 不用怕 那種感覺我就覺得 好像自己看到自己的母親 好像我瘦得回去 好像都可以在自己的媽媽面前 我就可以展現出來 這就是覺得讓人很噁心 怎麼講呢 我覺得台灣的選舉 你一直都沒有很正向的 大家有一些 真正屬於對民眾有利的 一些政策的談論 一個就是毀掉你名譽 摧毀你人格 然後最好能夠讓你精神狀態分裂 或者是你整個懷憂喪志 台灣這種政治誰搞 煩死了 為什麼是這樣 怎麼看了幾十年 越看越low 是 你看幾十年越來越low 因為不是單純的 只是政權丟掉不甘願而已 更重要的是高雄市這塊肥肉 怎麼可以被別人搶走 你要知道高雄市 有很多隱藏的利潤 是我們一般人看不見的 我跟你講最近就有一個問題 浮上檯面了 很多國民黨的議員 所以我們高雄焚化爐 這個所謂的 其實基本上是個黑金產業 因為你 焚化爐不就燒垃圾的嗎 對 就是燒垃圾 真的看起來黑黑的 可是實際上裡頭 藏的都是黃金 因為你燒垃圾 你知道這一年牽涉到多少錢 你說光資源回收 是 資源回收 幫其他的縣市或是企業 你來清除這些垃圾 那都有得賺 大家有得賺 這立即一年最少15億 這麼多的金額 你知道現在已經改善換代對不對 你知道這些利益掌握在誰手上嗎 在誰手上 還在民進黨的這件手上 不是在高雄市政府手上 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厲害的地方 可是那是高雄市政府的焚化爐 是啊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 你知道高雄市總共有四座焚化爐 它的清運量其實 就是那個焚化量 其實遠遠大於高雄市 自己產生的垃圾 所以它可以燒外線式的垃圾 問題是這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是從陳經德的時候開始 陳經德我們都知道 他是陳菊的愛將 陳菊不知道到哪裡都用到他 甚至最後你看 他這樣一路用上來 用到後來讓他當高雄市副市長 副市長還不滿意 後來民進黨完全執政之後 讓他去當什麼中游董事長 中游董事長 結果2017年的時候 大停電下台對不對 他已經下台再來講 應該冷凍 這個人不行對不對 所以才造成全台大停電 結果跑去代理宜蘭縣長 你知道越升越高 那問題來了 就是當時陳經德批准 然後開始陸續去幫外線市 去清這些東西 可是你清了這些費用 到最後你中間價差這麼大 是不是全部都便宜那一些 中間清運的公司 所以也就是說 中間可能有些利益的問題 如果說是一般的民間公司 也就算 那你知道 我們查到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也是一個 負責垃圾清運的公司 代表人叫什麼你知道 陳經德 同名同姓 還是同一個人 應該就是同一個人 什麼 怎麼會這樣子 你自己跟這個 有這麼大的利益關係 結果你居然 當初你可以當這個局長 然後還可以批准這個政策 上億的利潤 是 這個東西沒有弊端嗎 沒有問題嗎 我們有去問 高雄市的陳麗娜議員 他說到現在 其實還都掌握在這些人手上 都還沒有去做任何的改變 所以我覺得高雄市政府 你要趕快去查 要去查這中間到底有沒有弊端 然後過去這些經費 到底中間的差架是被誰賺走了 然後現在高雄市政府 是不是可以自己收回來去運作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甚至你知道 台東 屏東這些地方 他們自己有焚化爐的 他的不用都送到這邊來 那這中間是不是又牽涉到 其他的利益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 全部都要查清楚 我們雖然是愛與包容 但絕對不能姑息養姦 友華哥 沒想到連垃圾清運這一塊當中 他也摻了一咖 事實上這個問題 我跟高雄市的市議長旁邊的幕僚 我們曾經交換過意見 我跟他講了一個非常嚴重的現象 就是高雄市代燒外縣市 像金門 澎湖 金門 澎湖 台東 蘭嶼 屏東 雲林等這一些 我說你們應該查查看 這一些都是誰在經營 為什麼你高雄市政府不賺錢 你燒出了戴澳新是危害高雄市 那賺錢的全部都是這些中間商 當你運到高雄市的時候 你高雄市一頓收多少錢 我現在告訴各位 根本不敷成本 所謂不敷成本的話 我覺得高雄市環保局是一個佛系單位 他們就讓高雄市政府不賺錢 但是都是肥了中間商 我現在告訴各位 這些中間商除了陳菊 陳經德 還有下面的幾個人 他們是長期掌握了這一條 叫做供應鏈 這一條供應鏈就我所知 就幾家民營公司在經營 跟高雄市的鋪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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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一樣的 永遠都是那 都是那幾個顧問 他們的公司在承包 對 他們那一些 就是說都是他們承包 我也曾經問過高雄市政府 我說你們難道不能換 換那個一家公司嗎 他說當然可以換 可是他們每一次都來標 每一次標的 對不起 他那個價格都是他們標軸 因為都比別人低 沒有 他們知道那個價格到底 你說知道低標在哪裡 對 介入底標 這個我沒有證據 這個我沒有證據 合理話義 為什麼包來包去都是這些公司 請你告訴我 除了這個以外 各位要知道 他們經營的環保公司 如果各位去Google到網上看一看的話 看他董監事的名單 我現在告訴你 差不多幾乎都是什麼 跟新潮流有關的 除了這些以外 他們更厲害的一招 可以讓焚化爐先暫時停爐 然後我把價格提高 因為暫時停爐或者停爐的話 那你垃圾源源不斷的來 對不起 我要提高 各個縣市的 那我提高 可是你高雄市燒的 你還是一頓多少錢就是多少錢 所以韓國瑜市長應該要針對 這些焚化爐所產生的高端利益 好好的去清查 清查這些人 究竟跟新潮流 他們有什麼關係 但黃醫師 我們看著從這個謝長廷 一直到陳菊 他們下面的這批人馬 都用著高雄市的資源 把他們逐漸的養到龐大 而且這些人後來等到了 蔡英文執政之後 陳菊到了中央 這些人也跟著到中央 去吃香喝辣了 大家看這個蔡英文 這幾天又跑去中南美洲去訪問 我可以查一下他的資料 我就很可怕 不是只有這個 丟在在地的這些以利 陳秋華 六小福 你看他三年去了七次的出國 我看是所有 我們總統裡面最多的 可是最厲害的是三年 他斷了五個邦交國 對 所以你有沒有做事 大家會看 我看他的車子叫A8 Eloder 就是Audi 這種是防彈的一個車子 他竟然花到2500多萬 所以感覺上是 他上任還之後 從Lanova又換到Audi 對 這個2500多萬 這個很可怕 所以高雄會失氣很多原因 大家看韓國瑜的個性 他就是很接地氣 我看到我們韓粉裡面 有一個在媒體上說 他說沒有一個明代 區域 離 鄉長會穿著工作服 下水道去清淤泥的 他是唯一一個 這是很感動 我常常講 所有百姓選到的人 常常選錯總統 今年不可以再選錯了 是2020年也是 牽涉到中華民國的保衛戰 因為假使沒有的話 就像蔡英文 你簽名剛簽一個台灣總統 你到美國去訪問 你就別一個兄章 你就覺得你對得起中華民國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要不得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選到一個總統 選完以後都後悔 那你要等我們後悔 我們再來罷免他還來一起 說你六小福也好 你要認真的執政的時候 你應該針對他有什麼缺失 而不是意識形態在搞鬼 大家看到你就是只會 從意識形態去罷免他 所以我就覺得 我剛剛提到了 就是民調部分大概 大部分的人就像我一樣 不願意去罷免這個韓國瑜 所以我覺得假使你要 用這個心態去經營 是比較健康的 所以我們台灣人民 也是一個最好的一個示範 因為總有一天你還是會執政 但是不要把這個時候 書的怨氣 全部都發洩在百姓身上 我特別要強調的說實際上 你越卡高雄市的 所謂的統籌款的話 你會更糟糕 因為你連這樣 你看他清那個瑜 他進那個所謂的森榮路 400公尺 170公尺 400萬 可見他700公尺 大概要1000多萬 你1000多要怎麼夠 你才給我們2000多萬 還有現在登哥樂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警訊 我今天機管署的官員 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們那邊附近 有一家叫保明里的 已經開始有 保字頭有第一個來 他問我說你的意見 我說我要問你一下 高雄市現在有38例 是不是都是第四型 他說不是 有一個是在入主是第二型 第二型跟第四人交叉的時候 就交叉感染就很厲害 現在我們看到台南是8例 全部第二型 所以高雄跟台南是不一樣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個嚴重性 如果兩個交叉感染的話 可能支持就很高 所以你應該要把統籌官 趕快給高雄市 你應該為高雄市努力 因為你的位置很高 你當了行政院副院長 我拜託一下 你不要再搞那個意識形態 也不要什麼顧主權 顧台灣 這個都已經在台灣 已經賣了一項 是 但村長 我們看到現在這時候 陳菊有高雄幫 可是到了桃園 有鄭文燦的桃園幫 另外林佳龍有個台中幫 但這些人都因為 在蔡英文的執政之下 在中央可是吃香喝辣的 說到高雄幫 桃園幫 這位如果要講老闆 六歳就比不利 我跟你說 你們在選輸的 接安排我們桃園在做冠 我跟你說 所有的秘書 這個貴全排到麻麻麻 我常常有伯仙在問一下 你們桃園 我們桃園 我常常有那個訊息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去公棄 那人要講一下熱熱燈 一千葉 常常問你們一千葉 是開刀過去 我跟你說 只有孫蘇 他把孫蘇都折磨 你們高雄選輸的 招來我們家在折磨 台中選輸的招來我們家折磨 讓我們做一個秘書 我是不知道說以前 當局在做指定的時候 你們高雄的議員 真的是軟壞還是怎麼樣 秘書來我們家是 你知道嗎 那個燈火的時候 這個人他算記者的車要進去 天家庭 因為他沒帶就記家庭 他那個秘書都在那裡遛狗 去的時候就去喬 去喬的時候那個保全人員 他要看正經 他沒有去味道 沒有去味道 你不知道他不懂得我嗎 保全人員說我不懂 我就是要有天家庭 你沒有天家庭 我沒有去味道 結果他就在電視上 流就發一片 他說 我就是平時無關威 只讓你不記得我這幾面 我馬上落零 主人秘書 所有的今天去 所有的保全 都要記得我這幾面 你是秘書而已 你是工務局的秘書而已 你那幾面是多大機 所有的保全都要罵你 我議員的藤就沒人罵 你秘書那麼大會 結果這個人到來 高雄選書調來我們家 這個人的全身又是什麼你知道 促轉會 促轉會 你自己租清中廠的促轉會 你看這個促轉會 高雄你們這個 來到我們藤 你是在 你不知道藤有一個議員 叫獨孤秋高 叫山江春嗎 你來這裡 你來這裡 我一天我就在前進來了 一天就下課了 對不對 你覺得我 我在我的電視上 我給他的留言 我給他的報文 分享給我的班人 我又跟他強了 他還早來我班人跟他對強了 那真的我不知道 高雄的行政院院是這麼差 跟他來議員的班人對強了 一天就下課了 開玩笑有討論的議員 是給你這樣親愛的 這個就是高雄幫來我們討論 所以我們的議員 就是養人 養這些人 養到錢都沒辦法見證 用了料理 待會兒 文三百 我們看到 在去年的時候 韓國瑜選在高雄市場的時候 農社問題還沒有出來 但現在要選總統的時候 農社問題就這樣子浮上台面 外界的攻擊是越來越多了 佳芬姐自己也在透露說 最近又有人在蒐集 準備要來攻擊他們了 剛才很討論的議員 跟我們說到這樣 我們真的有夠賤 我們真的有夠丟臉 我們怎麼又丟臉 尼甘知道我們高雄市 有出這種卡銷出來 去給我們高雄人 人家照顧事說了 我們就不幫你按摩 你看這樣丟臉 直接同時跟韓國說了 現在高雄在用罷免 其實不是在罷免 尤其是莊助藝術 不知道怎麼發報的 跟發起罷免罷免罷免 不知道有同樣 我一頭被抓破 我都想都沒有 其實他最大的意義 最大的意義 要讓韓國補給他亂 韓國有在罷免 你兩年選一次 選了隨罷免 一年剛才每年都在選罷免 比較有心情 人家照顧客 跟我說這個有利 有利 剛才跟另外一種情緒 輸的人輸不去背面 我就開始發動罷免 看到你們這裡 這兩年還有很多朋友說 他們要罷免 我們對罷免說 你在研頭 人家造型 人家造那個空氣 看那個說 他在北台北 一邊摸一摸 你還對他在 你還對他在走 你不然傻到有春 我還說我在聽 最近使用國安無法 你現在不是在選總統 剛好 民進黨在選風帝 尤其他看到國黨的政權 我剛才身上 頭頭頭都傻傻 你到底是真的在選風帝 還是在選風海 還是在選總統 過去你做到的事 是屁股 你跟他說 人家對比起來 你對記者那種態度 我是國民 我這你總統回答你 我如果不懂 你給我叫我跳 不是這樣